我仅代表空间站的全体宇航员 向美国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表示祝贺 祝贺SpaceX公司的飞龙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和停靠 俄罗斯战长奥列格·科诺年科 美国宇航员安尼·麦克莱恩和加拿大航天局的戴维·圣亚克 打开舱门进入了飞龙号的载人飞船 飞船上只有一个漂浮的毛绒地球玩具 和一个穿着宇航服的测试人体模型 这个人体模型名叫普利 是热门科幻电影《外星人》中主角的名字 祝贺所有参与的团队 在昨天的发射和今天的对接中取得成功 这些惊人的撞举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任务有多容易 而是我们多么有能力去做困难的事情 欢迎来到太空飞行的新时代 星期六清晨 飞龙号太空舱搭乘列英9号火箭 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空中心升空 飞龙号太空舱为空间站带来了补给和测试设备 它将在空间站停留5天 宇航员将对其展开测试和舱体检查 飞龙号是自航天飞机项目结束8年来 美国第一艘民间建造和操作的载人飞船 美国目前依靠俄罗斯向空间站运送宇航员 每张票的成本约为8000万美元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There is no longer sending commands Trigon doing everything on its own 感谢观看